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发生在七十年代的日本 北海刀岛上住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寡妇 名叫明子 七年前她的丈夫就已经去世了 但这些年来那却没有改嫁 能干的明子带着儿子武智 一个人扛下了经营农场的重担 在一个深夜 雷声响彻天际 一时间风雨大作 屋内明子和武智吃着饭 两人商量着晚上农场里的牛生产怎么办 突然这时一个人的影子出现在窗户上 母子两人吓了一大跳 但明子打开门后就看到了一个男人 男人浑身淋得湿透透的 边抱歉边说 可不可以在棚子下借住一晚 明子望了望屋外 雨几乎是倾盆而下 他心里想着 这棚子下面哪能住人 不认之下 值得让男人住进了自家放农具的小屋 可明子与武智终归是孤儿寡母 此刻一个陌生男人住在自己家里 哪能心安 明子越想越不安心 就让武智把家里的菜刀什么的收起来 另外夜里睡觉的时候也要格外留心 深夜里熟睡的武智被外面的响声惊醒 虽然是朦朦胧胧的状态 但颈提醒还是非常高的 立马拿上自己的玩具刀 朝有声响的地方跑去 武智跑到后 身头趴在窗户上看 看了好一会儿 才知道是家里的母牛生产了 这个男人正帮着明子在接生 看到这儿 武智体质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 天刚亮 这个男人就准备离开 明子为了感激 昨天晚上他的帮忙 便让武智拿了些钱追了上去 男人在路边接过武智给的钱 问道你的父亲去哪了 武智说死了 武智跑走后 男人心想 果然和自己料想的一样 时间过得悲快 不久之后就是农忙时间 大家都忙着打草 这天男人再次来到明子的家里 提出想在这里工作 可以不要工钱 只要管吃管住就行 明子一直是一个人搭理农场 在自己忙不过来的时候 邻居们就会来帮忙 之前明子也想过去专门的农业协会雇佣 但那里雇佣来的帮工实在是太贵了 这下正好男人主动提出帮忙 他就答应了下来 根据明子的观察 他认为男人是一个沉默寡言 只懂得老实干活的人 但他又想到 生活中是没有天上掉馅饼的 为什么平白无故 一个这样好的劳动力 就落到了自己的手里呢 可在一番纠结之下 明子还是选择 让他继续待在这个地方 明子安慰自己说 可能是他的个人原因 又或许是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吧 他还交代儿子 要在日常留心着点 只要不出什么事就可以 一段时间过去了 男人一直很收本分的 住在自己的农居小房间里 从来没有做过 冒犯母子两人的事情 平常时间里 就是埋头干自己的货 每每到了饭点 名字就会让五智 把做好的饭端过去 一天 五智在送饭的时候 问了男人的名字 男人说 他叫田岛耕作 五智也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而且田岛 还夸赞五智的名字 是个好名字 这一句话 让五智感到非常开心 一下子五智对田岛的好感 就上升了不少 三个人生活的时间久了 名字也慢慢地 放下了自己的防备之心 有时候 也听别人讨论过田岛的身世 原来田岛是读过书的 不上学之后 干过各种工作 也和自己的父亲办过牧场 可邻居们 还是时刻提醒着名字 说防人之心不可无 他之所以在这儿卖力干活 估计不仅仅是 为了逃口饭吃而已 也可能是干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 虽然大家都在提醒着名字 白天放好贵重物品 晚上缩好门之类的话 但田岛好像对这些事情 都是置若妄闻 他每天埋头干着自己的货 傍晚就去骑骑马 名字从心底里感觉 他是一个纯粹的好人 但心里还是像 吊着一块石头一样 再后来 名字还慢慢尝试着 和他沟通工钱等等 但田岛却仿佛对这些事情 丝毫不感兴趣 对于名字的提议 他只会说好 有一次名字直接问道 你为什么要来我们这里 但田岛却回答道 没有为什么 说自己不想再提起之前的事情 名字看到他这个样子 就只能就此作罢 有一天 村里一个叫蒙田的人 来到了名字的家中 还给名字带来了一些海鲜 不断地问着名字 自己一个女人 干这么多活 累不累等问题 原来很早 蒙田就向名字提过亲 可被名字无情地拒绝了 蒙田说自己真的很不甘心 说他自己在老婆死后 也接触了很多女人 但每每见到名字 就会情不自禁 说着说着还伤了手 名字非常生气 一把挣脱 这反而让蒙田变得更加兴奋 他说你越是这样 我就越喜欢 名字一气之下 抽起一个棍子 把蒙田打了出去 回头一看 就看到田岛站在后面 一下子脾气温室的名字 也变得非常暴躁 对田岛喊道 你为什么不帮忙 而田岛却呆呆地回了一句 我以为你跟他好了呢 名字听后 气得说不出话 转头就走了 没过几天就到了 名字丈夫的既日 一家人在祭拜之后回到家 又提起了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就是劝说 名字把农场卖了 然后找个好人改嫁 在丈夫死后 别人对她说过最多的话 就是说她是个可怜女人 这些话名字听到耳朵 都要起剪子了 这些年来 名字一直拒绝 并且坚持着经营农场 因为她知道 这是丈夫一辈子的心血 可终归名字 只是一个妇人 搭理农场真的很费劲 名字先想 再难都要好好过日子的 过了忌日 名字又回到了农场 这天蒙田又带着一箱螃蟹 来到了名字家中 他一上来 就开始动手动脚的 这次恰巧被田岛看到 田岛拿起水桶 就往蒙田身上泼去 蒙田弄得一身狼狈 逃走的时候 嘴里还叫嚣着 让田岛在这儿等着 果然没过一会儿 蒙田带着两三个人再次出现 不过这些人 都看起来憨憨傻傻的 蒙田吹牛说 自己是北海道岛东边的 有名人物 可不一会儿 他们就被田岛用拳脚打趴下了 成了农田里三个倒霉蛋 蒙田见此情况 趴在地上 连忙说着对不起 谁知道这一幕被武智看到了 武智是个从小没有父亲的孩子 见到田岛这样的勇猛 一下子就对他心生敬意 在那件事情过后 蒙田不再来纠缠名字了 而且田岛还和蒙田成为了好朋友 蒙田时不时的还找田岛一起喝酒 喝酒时还有陪酒女做陪 恰巧他们喝酒的地方 就在明子屋子的对面 明子看到这些后 很想提醒田岛 但他和田岛也只是老板和工人的关系 不好说些什么 可这些话越不说 明子就越觉得心里不舒服 有一天明子在干活的时候 晕倒在了牛棚里 送到医院里诊断说明 他是疲劳过度导致的 明子的邻居们听说他住院了 就纷纷的来看他照顾他 不仅如此 邻居们还会去给武智做饭 在明子住院的时间里 他想到了家里还有田岛的存在 如果没有他 那么自己这生命半个月后 农场就会荒废了 住院期间 丈夫的大哥来到医院 再次劝说明子把农场卖了 大家都知道 农场是丈夫的心血 但丈夫已经不在了 再把自己累坏就得不偿失了 明子知道大家的好意 但他如果把农场卖了 就意味着自己要带着柜子 去城里居住 到了城里 自己什么也不会做 万一再找不到工作 那就更麻烦了 而且这个农场 是当时明子和丈夫的精神家园 于是明子就骗大哥说 丈夫生前说过 如果太累了 就可以把农场卖掉这样的话 在明子住院的这段时间里 武智在家里跟着田岛生活 两人的关系越发的亲近 晚上两人躺在屋里聊天 突然聊到了自己的父亲 相同的是 他们对于自己父亲的记忆 都是少之又少 田岛对于武智说起了 自己儿时的事情 原来在田岛小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因为做生意赔本 还不起债而吊死了 母亲知道这件事后 就离家出走了 是他的哥哥带着他拉着拖车 把父亲拉回家的 回家路上 哥哥让田岛不要哭 哭了的话 别人是会笑话的 当时的田岛听了 就真的忍着没有哭 武智听了田岛的故事 虽然是小小的年纪 却懂得了人活着 一些事情是必须要忍下去的 没过多久 明子就痊愈了 回到家后 他发现武智与田岛两人 成了很好的朋友 武智一直嚷嚷着 让田岛教自己骑马 一旁的明子看了 心里突然觉得很欣喜 这天明子家来了客人 原来这个客人是明子的表弟 看到表弟 明子又想起了以前的事情 以前明子不顾家里人的反对 执意要嫁给自己的丈夫 在离家那天 只有表弟一人到车站相送 这么多年来 也没有经常联系 如果这次 不是表弟结婚旅行 恰巧走到了这儿 估计两个人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见面呢 明子见到田岛时 就介绍了自己的弟弟 并拉着田岛一起喝茶吃点心 这时明子觉得 自己是非常幸福的人 因为此刻 他的身边坐着自己在这世界上 坐着最在乎的人 表弟住了两天就要离开了 离开那天 表弟对明子说 祝你幸福 明子听后 一时间愣住了 回答道 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车子慢慢地开了出去 表弟眼角的泪 也慢慢地躺了下来 脑毛慢慢地过去了 无知也已经学会了骑马 就连明子 也试着慢慢地坐上马背 明子曾想过 如果之后的日子 能同这般一样就好了 可突然有一天 村子里来了个陌生的男人 原来这个男人 是田岛的哥哥 田岛见了哥哥 也感到非常吃惊 他也没想到 自己的哥哥会来这找他 田岛此刻就料想到 日子会不太好过了 哥哥说 自从田岛的那件事情 过去之后 就开了私教 如今收入 可以勉强养家户口 哥哥也劝说田岛 要好好考虑 总不能一辈子 就窝在这个农场里 而田岛也表示 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地方的 想要一直在这待下去 在父母走后 是哥哥一手 把田岛带大的 田岛知道这次哥哥前来 就是为了看望自己 到了晚上 林子闻到了咖啡的香气 随着香气 他来到了田岛居住的房间 两人坐在昏暗的灯光下 喝着咖啡聊着天 原来他们都是 从有咖啡的地方来的 如今却同处在牛棚之下 田岛问林子 有没有想过离开 林子说不敢想 每每到了冬天 被害到这里 就会刮起大风 林子就算想要出个门 就会被刮倒 可一旦到了春天 绿油油的草扑满大地 林子就会又觉得 这都是值得的 两个人聊着聊着 聊了很多 林子心里想开了 他觉得 无论田岛之前 有什么过往 就都不重要了 连走时 林子问田岛 在这待多久 田岛回答道 这个你说了算 你让我待多久 就待多久 两人的情感 全部倾注在这句话中 后来镇上举办了赛马比赛 田岛也参加了 林子带着武智 来给他加油 远远的看去 就好像幸福的一家三口 但没想到的是 田岛遇上了便衣警察 检察认出了田岛 这次田岛不想再跑了 可林子却不知道 这一切的发生 再回到家后 还要田岛进屋水 别再睡牛棚了 田岛知道 自己再不说出真相 就会辜负了林子的心 于是他提出了辞职 一时间 林子感到非常的 不理解和害怕 还以为吃自己太大胆 吓到了他 可林子不想就这样放弃 这是田岛说出了 自己的事情 原来在他外出的时候 他的妻子 接了高利贷 但最终 因为还不上而自杀了 追债的人 侮辱他的妻子 是赖债不还 双方在争执之间 田岛伸手把人给杀了 一时间 林子不知所措 虽然他对田岛的过往 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但在这一刻 他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这天晚上 田岛敲响了林子的房门 林子听到后 甚至有些欣喜 因为他觉得 晚上一个男人 敲一个女人的房门 如果不是因为那些事 又会是因为什么事呢 对于这件事 他的内心是非常愿意的 但事实 却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原来田岛来告诉他 一头牛生病了 就这样 田岛在走前 帮林子医治了最后一头牛 第二天一早 田岛就被警察带走了 林子正在原地 眼里擒着泪 他让武智把一封信 跑去交给田岛 因为这封信里 写了所有他想说 却还没有说的话 后来法院判处田岛 两年以上 四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去监狱的火车上 林子和孟田突然出现了 两人假扮乘客 故意坐在田岛身边 还用很大声的交谈 委婉地告诉了田岛 农场迈了 到了镇上上班 自己过得很好 会等他出狱回来的 其实坐在一旁的警察知道 他们是认识的 但是仍旧没有阻拦 田岛和明子 各人相望着 眼里都充满了泪光 最后明子上前对警察说 我可以给他一个手卷吗 在征求警察的同意之后 明子把手卷递给了他 田岛拿手卷 抹掉了眼泪 转头望向了车窗外 车窗外的远方 就好像是有希望的未来 那个未来里 他是个有老婆孩子的幸福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